在游戏中有一个操作是很多玩家想学却学不来的 它叫做秒换装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复活甲换明刀或者金身换复活 可能就是换装的全部了 然而在大神的手中有好多装备可以换 像金身换复活 然后复活换明刀 明刀换吃热支配者 像蓝灵王这种一套流的英雄 如果遇到这种换装大神 那叫一个绝望 所以有很多玩家表示 换装这个操作不公平 应该删除 那秒换装到底合理吗 其实最开始游戏设计的目的是没考虑到秒换装这么高难度操作的 但后来加上了预购 也算是降低了换装的门槛 变相承认了这个玩法 所以合不合理 游戏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 就是官方也默认换装这个设定 王者之所以这么受到欢迎 是不同于其他Mobile游戏的拘束 有很多不按照规则却走的潜规则 像一些英雄技能借闪现 来完成极限操作 想想看 如果没有了一闪大闪 那游戏的乐趣会失去多少 所以总结一句话 秒换装不是败笔 恰恰是王者中的特色 是大神玩家们独有的绝技 对此大家认同吗